女排雪藏主力故意输球!郎平真被冤枉了!此前不用袁新月令有探阴。 还有一天的时间,世界女排联赛江门战就将正式拉开战幕,中国女排将先后于巴西、俄罗斯和美国三大顶级强队过招。 虽然对手实力强劲,但中国女排在迎来主力复工袁新月之后,已经拥有了抗衡朱强的实力。 此前没有随巴一女排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袁新月,却没有立即回归国家队,而是留在北京丹殿, 这也导致她先后缺席了澳门和香港两战比赛。 而没有她的中国女排,也先后输给了波兰、萨尔维亚和意大利女排。 因此最近一直有一种声音质疑主帅郎平是故意隐藏实力导致放水输球。 面对这样的无礼指责,郎导也是大呼冤枉。 在今晚举行的江门战赛前发布会上,郎导公开回应了袁新月此前两周缺席中国女排比赛的真正原因。 郎导表示,袁新月缺席两周比赛真的不是我可以安排的,我也没有打算刻意隐藏实力之类的。 其实她应该参加所有的比赛,只是遗憾的是她的港澳签注出了问题,这也导致她连续确实了这两战的比赛,所以我希望本周她能和国家队队友好好磨合。 作为中国女排目前的第一副公以及朱元璋组合中的一员,袁新月过去一个赛季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与二床丁霞的默契配合上让人十分欣喜。 正因为此,过去两周中国女排少了她这个进攻点实力确实大打折扣。 但如果朗岛真的刻意雪藏实力,宁愿牺牲员新月与国家队队友的磨合时间,这显然是相比于隐藏实力更加得不偿失的。 因此致意朗岛放水的网友,真的是误会她的用心良苦了。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希望小苹果在重返国家队后能兼负其劳队员的责任,和朱婷一起帮助女排走出目前的困境,在接下来的三场应战中展现出中国女排应该的实力和水准。 本文来自大封号,请代表大封号自媒体观点。